各位 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 這下應該就是習近平昨天 通車時說那句話 沒甚麼神器 其實是不應該說正式開通 應該說通車了或開通了 如果用北方話就開通了 應該是港珠澳大橋開通了 然後下下就拍手掌 正式開通有點古怪 難道由非正式或偷偷雞開通 習總統說了這句話之後 居然沒有發表演講詞 因為觀概雲集 港珠澳雙方和中央元首都出席的 港珠澳大橋通車禮 應該是說一番說話 甚麼工程難 甚麼克服困難 人不知如此類 而不應該只說一句話便停 除非他覺得內心有愧 或者知道橋橋也怕頂得不多久 或者根本是沒有用的 即是虧錢 好像香港的高鐵一樣 越來越少人搭 然後就是預計要每年補貼幾千萬 這些都是沒有用的跨境基建 昨天的通車禮有點古怪 因為大家都穿深色衣 根據西方的禮儀 以示隆重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穿了一件粉紅色的 都是古古怪怪的 粉紅色的 好像是妖夜一樣 所以政府當中都有人說 建制派裏面都有人說 萬六重中一點紅 好像是做知客 做某一些歌樓妓院的招呼人 粉紅色都有 按道理應該是穿正式的 即是說藍色 大紅都可以 粉紅有些古怪 因為正式的地方首長 和中央元首見面 很少人穿粉紅色 除非是特別顯示遊星 特別顯示自己是嬌嗲 大概上 特首應該過這個年齡 而那些出席的男人 亦都應該過了那個年齡 所以顯示整個莫禮 有些不正常 雖然說是正式開通 但出席的人都是古古怪怪的 另外再古怪的 就是那些招呼嘉賓的座位 那些座位很多網友都看到 就是一排排的紅色燈 上面用漢字寫了直排的姓名 下面有一瓶水 橫放在這裡 一看就知道是玩風水 玩零力佈陣 因為很少有人在椅背 直接寫三個字 打直 以及全部是紅色 一看就十足是神主牌 即是池塘神主牌的陣 那瓶水很無謂的 就應該是有張桌子 或者是有個地方被人斟茶 或者是有些招待的人 是負責斟茶的 就不會說整瓶水 你猜是那些普通等巴士的人 那些人 那你們是看到整個 整個港主澳大橋 浪費了很多錢 但是那些人穿衣 還有排位 擺位那些都是見到是很瘋狂 就像一般學校 招待一些演講的人 隨便等到水就算了 但是最古怪的 都是一排排的紅色座位 放了一些漢字的名字 十足是風水陣的招魂 即是吸掉亡魂 為國家衝起 你別以為不是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那些人 也請不要亂 就算了 就算了 很難聽 就算了 有錢